好 可以看到警消破門 來到民宅裡頭搶救 因為貨報呢 一名婦人洗腳後 失去了意識 倒在床上 但是他的先生 因為癱瘓不良 遇行 這期間呢 他是不斷地呼喊求救 長達四個小時 直到清晨鄰居 起來上廁所的時候呢 聽到呼喊聲 幫忙報警救援 有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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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我問他 最後一次看到他 臺中四分局警方日前 接獲民眾報案 表示鄰居需要救援 警方立刻通報消防道場 一起幫忙協助 果真破門之後呢 發現男子的妻子 倒握在床上 立刻將人送醫 那警方表示平常這對夫妻 都是自己住在臺中 由於呢 這一回是這個妻子 因病婚了過去 不良遇行的先生 又沒有辦法救人 只能不斷地喊叫 最終還是救了妻子 送醫救治 還要求救護手 對達人物貝 這是要求救護手